第一就是餐飲業務的禁止堂食 規定除了特定的處所之外 餐飲業務的負責人在任何時間都需要停止提供堂食 第二個範疇就是我們亦都會在7月29日 將體育處所和游泳池 以及要求這兩類新增的處所 和其他現有需要關閉的表列處所一樣 需要暫時停止營業 第三方面有關群組聚集 在公眾地方進行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 有四個人我們進一步收緊到兩個人 亦都在下星期7月29日生效 第四就是有關於佩戴口罩的強制要求 所有的公眾地方 任何人入這些地方 或者身處公共交通工具上 港鐵站入面的 不論室內或者室外的公眾地方 一定要戴口罩 這一波疫情可以說是半年以來 是最嚴峻的 最大挑戰的 未來兩三個星期可以說是極之關鍵 我們要盡力防止病毒在社區進一步的擴散 亦都希望全體市民 我們大家團結一致 同心抗疫 共渡難關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